Hello 大家晚上好 玄幻小说求迷信 我们再测一下 本源 阿子这些的问题 然后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看本源来的神主 会不会牵扯 我们这个小世界的一些因果业力 还有职位圣男圣女 会不会牵扯 这个世界的因果业力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排 第一排看一下 本源来的神主 来救世会不会牵扯 地球的因果 这里看下来就是 这个还是一个 从本源来的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空间 就是能力也是非常大 然后进入了我们这个空间 本身也是一个 没有业力这种关系的 完美的来这个世界 然后来降维来做事情 当然他们肉身 这个如果是化成肉身 好是有因果的 但是当他们都该举行了 成为了自己了 成为了自己的 这个 自己本来的这个原神的 和以后的这种能力的状态 成为这种老大后 神主的比我们小世界要这个 源头嘛 那就比我们小世界都很厉害呀 对吧 那小世界的话 也可以说是都是皇帝一般 能量强大 谁守一会 可能就是 我们的地球 可能就是会毁 这也是之前文明 为什么我一下子会了 对的话 这个是玄幻小说 所以本源来的人 经过类似轮回 其实肉身 如果是想化成肉身的话 它还是会有业力因果 也是会 会伤害到 同时也是一个 理念来磨练自己的 然后来顺便 也是来救世 主要目的是 降维来救世 会产生因果 肉身 因为这个是肉身 会有因果 也会伤害到 也会在能回中 经历一些因果 但是它 这些是为了救世的一个目的 就是目的 它在执行各种任务中 各种美式的经历中 美式的提升中 它是会产生很多 但是它是为了来救世的 这个 那么多权讲 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因为是来救世 那么不是 不是主要来逆念很多 那么所以的话 它到最后的话 其实像保健王牌一样 它可以 去解决这些因果 可以把这些因果咔嚓 因为这个保健是可以 保健出手 肯定是 可以 砍掉这些因果的 这个因果的业利 就像这个山一样 业利山 因为来救世 所以它其实 因果 会 到最后 成为了自己 成为了神主的 自己 那么它就会 这些因果 会砍掉 有点这样的意思 就像这个 业利山 会被砍掉 然后会 恢复真身 也有 也有用 因为业利少了 然后解封 什么的 就会比较好 所以的话 原来个也是要 都要解封 所以的话 它是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之前 就会这些 要解封 因为还有 很多战 要打 什么之类的 所以的话 需要去把这些 业利也要砍掉的 所以的话 最后 他们是会 业利没有的 这种回去 是来做事的 对吧 所以的话 没来神主的人 好 他到最后 他是 这个因果 是不会带走的 就是说 他是来做事的 不是这个小世界的 也是说 来做奉献 为人类 一个服务的 所以的话 到最后 业利可以 直接砍掉 因为小世界 还是我们这个 比较低 唯独的 所以为真身服务 他们也是 最后是可以 砍掉这些业利商 然后 他们在回归 源头 那么指挥心 夫妇 子男子女 会不会牵手 这个因果了 这个也是 有些差不多 他们在 这个九世 轮回中 其实都是 在做一些任务 也会存在 有业利 也会有业利 他也要承担 分离的业利 对吧 然后 各种分身的业利 这个也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磨练 也是一种磨练 磨练到最后 觉醒过后了 那么他成为了 国王的这种 能量的状态 最高频率的时候 那么觉醒了 那么他 也是来做 这些任务 他最后 这些业利 累积了那么多 他们是可以用 这个 源头的 像建筑 像什么 可以去把这些业利 是可以把它整理掉的 那这个是 觉醒后 那么他会把这些业利 就整理掉了 然后 因为都是来救世的嘛 所以他们也没有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业利 因为美 来救世 那么救世 回来救世 所以会把业利 相砍掉 然后 那像这个也是 觉醒 对吧 要做事情 做事情 那么解封前 这些业利 都会被砍掉 也是为了 来终身服务的 特别就算是 天见来的 为终身服务的 那么 那么他的业利 也会不存在业利 除非你是本来就是这个小世界的 那么你的因果业利还是在的 因为不是源头 也不是 有的人也是高位来的 但是是小世界来的 还是有很多因果业利的 看你自己能不能意义化解 还有就是 因为要还有 因为战争比较多 很多人还有 指挥性躺平就好了 但是 这个战争那么多 必须要 能量很强大的 所以的话 会 需要是 业利 都要 做一些清理 然后再 更多的战争 然后还有 才能打赢 这个意识 还有就是 所以话 来做任务 最后完成任务了 然后回归自己 那么业利也就消耗 重生 是为了这个 以原神合一 然后解封 然后这些都是 来帮助众生 地球这个 身为的 主要是为了完成任务的 这些业利是可以 做一个砍掉的 所以话 是没有办法的 好 这个是看到是这样 所以话 那么觉醒前 没有做事前 他这个肉身还是会 因为这是土元素 还是会承担 这个业利 所以话 等他们都 就变得 就是觉醒后 他就不需要 那么多的业利 然后就可以解决了 心比三 会源头的人来 帮他一起 把这些业利给清理了 有这个意思 那么本源 所有来的人 都是来做任务的 所以的话 是 可一定会慢到最后解封前 都会去把这些业利给清理掉 所以这个业利还是比较重要 只是很多人 因为我的业利 也是去会被砍掉 因为还有分领的业利 也是需要去把它 清理掉 小世界的个人的 特别是 这个小世界的一些纲尾下来的 很多人的 觉醒前 一定要多宵夜 还有就是 类似的 那个 无形啊 冤情啊 这些都要做一些清理 这样的话 你 觉醒 你那个原神合一 还有一个 更大觉醒 还有一个解封都需要的 所以的话 是这个样子 那么本源来 本来是来救众生的 所以他们也是 很辛苦的 冒很多风险 因为那个阴阳意识 阴界和阳和这个地球的战斗都很多 所以的话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变得稍微觉醒前都会把这些看掉 然后这个 基本上就是说一下吧 这是因果业力 就是说来救世的人的状 这个 结果是什么样 那么 其实分身 这些还是会承担业力 到最后 就是说快 结束任务之前一些 那么这些业力会被 判掉的 判掉的 那么这个其实 也是 解放前 大家都需要做一些清理 那么这个的话 就扯到这里吧 反正悬化小说 且我迷信 然后 像我的主缘神 也是本原来的 不是这个 但是分身 有在小世界 这个也不是说 乱说 这个不可以乱说 因为都是一个 对吧 因为高尾都知道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说到这里 玄幻小说 且我迷信 好